平常我們都不知道的植物 對不對 都看不到的 這裡有 其實在山頂會賣自然教養豐富 這像是連立的地方 心情是不是變得特別好 而且還有超過不錯的物種 可以讓你來試試 這個植物來到台灣大概一百多年了 所以 理論上來講的話 應該是各個水果攤 應該都可以買到這樣子的一個水果 可是 看一下這個果實就知道 一般人看到這個都不知道怎麼吃 不過來自然幾十多年 超過百年的第一輪頭 又是掉到整頭下 不然你可能也不知道 它是拿來做什麼的 拍去看 沿梯梯透明的食物 吃起來還有一些生味 印度就是把它拿來做成果醬 果實的話它有非常多膠質 所以你可以 試試看它其實拉起來 那就是 這個印度人他們拿這個果實做果醬 那不是 這以前 小時候很無聊啊 你們會把手拿起來就這樣 喔 台台實驗人研究完表師 會被自然教養 放出來了的禮物 每一張都不簡單 有很多都有自己的故事跟文學生 而且保存了不少台灣環遊物境 現在放出來了也提供二位條碼 只要利用手機掃描黏到忙碌 就能了解每一張禮物不後的故事 下一次有機會來的話 可以注意一下每一棵植物 那每一棵植物上 其實現在目前都已經有設立了QR Code 那如果遊客有興趣的話 可以透過你的手機 然後透過二位條碼這個辨識系統 你可以連學到網路上 可以透過裡面的解說內容 瞭解每一棵樹都有它的故事 那在下面資源的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更一個機會 然後來親近它 會被自然教養分副 在日的時代就已經設立 當初這次提供給學術界 到這裡做研究 不過現在也是為民眾 休憩散步的好重數 其實我也是 學朋友帶來的 我們重點是要來這裡 呼吸這個粉朵筋 像真的來之後 覺得這邊的感覺怎麼樣 很好啊 很好 空氣很好 這邊可以看到綠色的很多 綠色的很多 可以看到眼睛更好 所以再帶老人家來這邊走一走 因為我知道這好像有一個什麼隧道 像藍色的隧道 像藍色的隧道 像走一千很棒啊 台台自然教養分副 已經因為在山頂的熱門 豪華路有限點 每一天都慶應很多遊客 如果民眾想要了解 地步白後的故事 管理中心所提供的 多難豪武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繼續用豬肉 掌握報道